接著我們要上工編人的最後一段 叫做機械人手痕 第一個是您再次跟各位講 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什麼動能、衛能、電能、光能、熱能之類的 然後不同形式的能量 並且之間可以互相轉換 比如說彎弓射箭 你的肌肉有所謂的化學能 讓弓彎區的弓有彈力位能 然後彈力位能把箭放出去的時候 彈力位能會變成弓箭的動能 所以這裡就有化學能變彈力位能變成動能 牛滑梯往下滑 本來比較高有所謂的重力位能 往下滑如果有動的話就是有動能 你跟它摩擦會生熱 所以會有所謂的熱能 所以在所謂的重力位能 會有變成所謂的熱能 變成所謂的動能 然後變成所謂的動能 也可以磨掉變成熱能散掉 所以就是能量會互相的轉換 那麼基本上電這個東西 很容易可以轉成其他的能量 所以現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用電 因為透過電把它轉成A能量、B能量、C能量 我們就可以來運用 比如說馬達就是從電能轉成所謂的動能 比如說日光燈就是電能轉成所謂的光能 但它也有所謂的熱能 它也有所謂的熱能 它也有所謂的熱能 我們就暫時不理它 電熱器就純熱變熱能 電熱就是所謂的能量 或者說吹風機這個也應該算是 吹風機當然風吹出來有動能啦 S對話是要變成熱 變成熱 電熱器轉變成所謂的熱能 電解我們下雨期要教 就是通電之後轉變成化學能 就是電這個東西很容易可以轉成其他的能量 這兩個圖表 講義上也有 看看就好了 不用管它 它只是告訴你說我這樣子換 這樣子換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 比如說這有太陽 往下的太陽可能發一定會變電能 電能呢 過去有個電動機 就變成動能 好 然後比如現在有電熱器 變成生熱熱能 好 然後比如說這裡有個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就會有所謂的升值能 能力還是會提到它 然後呢燃燒都燒出來 就有熱能啊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這只是一個表 有什麼關係 看一看就可以 告訴你能量會互相轉換 A能量變B能量 這樣子而已 看一下就OK了 不要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有兩件事重要 第一件事 叫做能量會守恒 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以彼此互相轉換 但是轉過來轉過去總能量不變 這個稱之為能量守恒定律 有什麼定律 原來有多少 後來就有多少 能量不會平白 無論多出來或少掉 等到我們學了核能之後 會變成質能守恒 我們以前學了一個質量守恒 對吧 這樣叫做一個能量守恒 然後等到學到核能 就叫做一個質能守恒 因為質量會變能量 能量會變成質量 所以會有一個質能守恒 那先不理它 目前為止就是說 反應前後總質量不變 叫做能量守恒 不管你怎麼轉怎麼轉 cotal能量不變 叫做能量守恒 所以第一件事情叫做能量守恒 第二件事情叫做 可利用的能量會減少 在我們的能量轉換的過程中 總是會有一些能量會變成散亂的熱 就是沒有辦法利用的熱能 比如說 在馬達在運轉的時候 那因為摩擦會生熱 這個熱就散掉了 就沒有辦法運用 你拿那個爐火去煮開水的時候 第一個 沒有把所有熱能都給開水 都給水 鍋子也會吸熱 還有熱會散到空氣中 散到空氣中熱你沒辦法運用 所以叫做散亂熱忍 所以過程中總有一些能量 會變成散亂的熱 無法運用 所以像我們講 火力發電的時候 也會散到空氣中 散到鍋子裡 所以沒有全部在加熱水 剛才舉過這個例子對不對 沒辦法全部在加熱水 會跑到鍋子上 會跑到空氣裡 然後水蒸氣往前衝 要去推動渦輪機的過程中 也會因為摩擦自己會損耗一些能量 你知道嗎 然後烏輪在轉的時候 也是有摩擦 也是會損耗能量 所以就沒有充電來發電 所以一個重點叫做這個 可又能會逐漸減少 這個有一個專有名詞 entropy 那個能屈皮 不要理他了 所以以後可能要 可能這是以後的事情 那國中生只要能夠曉得說 第一點叫做 總能量是不變的 第一點叫做 總能量是不變的 能量是守門的 Moto能量是不變的 第二點叫做 但是 可又能會怎樣 越來越少 可又能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 因為過程中 會有一些變成散到的熱 無法運用 只有跟你講這兩個重點 好我們說能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能量之間可以彼此互相轉換 從A能量變成B能量 但是無論如何轉換 總能量的數字不會變 叫做能量守門定律 可是轉換的過程中 因為有一些會變成散亂的熱 無法運用 所以可利用的能量會越來越少 這就是我們這一段 要跟各位提示的重點 OK